是講到我的使用輔導的方式 因為我稍後會用 所以讓大家知道 基於很多夫妻關係的問題 是因為丈夫少關愛和溝通 而妻子因此情緒化或者被她壓力 同時不能夠平靜地處理生活各種問題 就是說很多時候因為丈夫少關愛和溝通 比較多是這樣的 有些嚴重的情況 我試過附對一對準備結婚的男女 那個女生又說了一些她關心的事 她說的東西有三個要點 她說完之後 我想那個男人回應 她不懂得回應 我說你知不知道她說了甚麼 她說我不知道 我告訴她 女生說了三件事 我告訴她 一、二、三 她說了三件事 我想請她再說三件事 她說不到 我再說一次 那三件事她也說不到 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情況 是聽不到 不明白 不懂得回應 不懂得回應 我不知這位女生有沒有發覺這個情況 有時跟一個男生聊天 說完之後 好像不太能夠取得你的意思 因為第一 頻道不同 第二 男性因為有些溝通少 她真的聽話的時候 是聽漏很多東西 於是就會 幾點都不行 是的 每一個人不同 不是每個男性都是這樣 不過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我直接說了幾點給她聽 還有我告訴她 如何回應她是完全不做得到的 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情況 那些是比較嚴重的情況 不過依然在很多事上溝通不到 我想是很常見的 我相信在這裡的中間的夫婦 都會發覺 太太和丈夫說了很多話的時候 是得不到想得到的反應 這是很常見的情況 或者她反應的方式 不是她想的方式 而丈夫因為妻子情緒化給她壓力 大家都不能很安靜地處理個人的問題 所以我第一 要了解她的婚姻狀況和問題所在 譬如她想見我 為什麼呢 我對雙方都表達這件事很重要的 知道她們都感覺困難 我看出雙方的不快 讓她們知道我接立雙方 也都讓她們互相接立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 她就覺得 女的那個很想關愛 很想被愛 男的那個又不關愛 所以男的那個是無情無義 是不好人來的 當她有這個心的時候 她在輔導的時候 那些男性 開始聽到她覺得她 就是馬上說她 什麼你不反應的 什麼你對太太也不關心的 那樣的時候她很快會轉離 她就覺得 你只是說女性的問題 你都沒有說我多困難 所以在我來說 我很明白 我兩方都明白 我明白 女性想得到關心 但得不到 心很不開心 我又明白男性想溝通 又不知怎樣溝通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 女性說了些話不開心 男性會想不到怎樣回答 我不知道大家 在中間的太太 有沒有發電的情況 你說你怎樣不開心 那個男的那個 是定了形不知怎樣回答 因為不知道 說哪一個才對聽 哪一個才她喜歡聽 哪一個才能安慰到 哪一個她不喜歡 她是不知道的 我說一個電影 這個電影我沒有看過 是有一個教友說給我聽 很多年之前說給我聽 她就說到兩夫婦 在他們結婚週年的時候 那個丈夫就送了禮物給太太 送了什麼呢 做咖啡的機 那個太太是發脾氣 那那個男的那個很不明白 那個女的那個 她只是解釋給我聽 那個人 只是說到這裡 我是自己繼續想像下去的 因為男的那個說 我們兩個都喜歡喝咖啡 那我弄了給咖啡機 那就方便了 但她沒有想到一件事 結婚週年 是應該跟關係有關的 就是如果是送禮物 應該跟關係有關 就不是送一件用品給她 就是所有的用品跟關係有關 應該是有些關係上的建立 就不是一樣用品 那這個就是 一個男女的分別的情況 就是因為男性打算用途 供用 我知道在男性來說 那個男性很不明白 我送個咖啡壺是很容易的 為什麼她會發脾氣呢 是很不明白的 所以當我聽到丈夫太太 通常這樣的 通常多數求助是女性的 多數 因為女性的傾向是想求助 那女性就告訴我 她丈夫不理她 不跟她溝通 不幫她 有很多問題 那這個是故事的一半 好了 當我們見她倆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問問那個太太 我想問你 你又覺得你丈夫有什麼不喜歡 她不是只說 我會接受她的 我會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因為你丈夫沒有反應 你知不知道你丈夫有什麼不喜歡 她有些是不知道的 有些會懂得說 她嫌我猛 嫌我講話快 所以男性的那個 就覺得對方很猛 所以就好像大家沒得談 很難溝通 我見面的時候 我其中一部分 就會了解她之後 我後來會講到男類的分別 我講到男類的分別 我就會講 我會明白 女性很想有關心 這個是神創造 我解釋這件事 不要像神做錯了 神沒有做錯 女性是喜歡關心 又喜歡關愛 所以這個世界有家庭 有溫暖 如果全世界都只有男性 真的沒有什麼溫暖 那男性的特色就是 容易放下這些煩惱 那些人際的問題 她會繼續做她做的事 這個是男性的特質 但是她又不喜歡聽這麼多長氣的事 她又不喜歡這麼長氣的事 她又不喜歡這麼長氣的說話 於是兩個都覺得很辛苦 男性就覺得 女性就好像很難 不知怎樣去令到她開心 說什麼說話 她又不喜歡這麼長氣的 而且當有一種不開心的感覺 存在了 女性 不開心的感覺 是會長一點的 會怎樣 她就會生氣她久一點 那男性就覺得 她現在生氣我 我都不知道怎樣跟她說話 說什麼都不適合 我會兩個都說 我知道你辛苦 但是 當我們明白 大家的分別 和怎樣處理問題 是可以改善的 我經常都會被盼望他們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兩方面 我都會接受 他們是有困難的 那就 體恤兩方 接立兩方 有很多時候 是來自一方 一些好的質素 處理得不好 就 譬如 太負責任變得囉嗦 譬如 很簡單 女性的責任感 是強一點的 在家庭 即使在公司都是 對於很多公司的 事務 很多細節 是很留意的 很記得的 男性是會不記得 家裡還有沒有菜 有沒有 比如 BB 有沒有奶 他不會 他不記得這些東西 甚至有些 嚴重的 連子女在讀紀念班 都不記得了 他有很多 很多事情 都不記得了 什麼時候生日 都不記得了 這個是 男性的特質 他比較難接受 當女性 這麼有負責任感的時候 她結婚之後 女性就覺得 我要擔起家 擔起所有的細節 買什麼 照顧什麼 一定要擔起 當男性不負責的時候 她就開始成為 她家裡的主人 所以 那些子女知道 爸爸說 可以去旅行 不可以 是要媽媽說 可以才可以 因為媽媽才是 她的主人 於是 在家裡 她就成為了主人 她就會很大負責 本來這個是很好的質素 但變成了 她擔起 而男性 是很不喜歡 她擔起 尤其 她又比較 別人的男人 多好 別人顧家 你又不顧家 你又 你看你的樣子 你走出來 別人看你什麼樣子 很多事情都批評 男性是覺得很低位 很大的傷害 這樣的時候 會造成很多問題 即是說好的質素 男性好的質素 就是她對於事情 家裡有什麼 做什麼 有些男人不做 不過有些男人很喜歡做 我記得當時我爸爸 他真的有空 他又做一下 家裡又做一下 這個 但 那時候我媽媽 其實不是我生的媽媽 因為她離婚了 後來的媽媽 就不喜歡 經常說她 這麼多事情做 這麼多事情做 但其實這是一個強項 她又不懂得欣賞 她願意做家裡的事 其實是好事 好了 那我就會 也會請她們表達 對婚姻的期望 以及是否願意建立婚姻 譬如他們有些問題 經常都吵架 那她希望婚姻怎樣 她想不想婚姻好呢 她期望她會不會好呢 有些真的說 我很想她好 這是好消息 當她說 我想婚姻好 這就是好消息 因為有些夫妻 是會放棄的 真的有一方會說放棄 放棄的時候 我就需要去說服她 然後第三 請她們兩個人都看著對方 向對方表達 對對方的欣賞 尤其欣賞對方 如何對自己表達時 亦都請對方回應 譬如我高興聽到你這樣說 那我多數請她們說 欣賞 我欣賞關係 你經常都掛念我 經常都關心我 愛我 我就希望她們說這些 不過多數她們不是說這些 多數說她們煮飯好吃的 她收拾東西很乾淨的 這些是事情 做得怎樣 因為男性多數讚賞 因為兩方面都不太建立關係 所以很難說出一些 她真的記得我的問題 她關心我的問題 就不懂得 亦都沒有欣賞 即沒有欣賞 譬如說 男性覺得 收拾一張床是必然的 那張床當然是收拾好的 就沒有想到 其實女性收拾一張床的時候 是很開心的 很想她舒服一點 她有舒服 不過不會說出來 多數未結婚的男人的床是亂的 多數未結婚的男人的床是亂的 多數男人未結婚的時候 很多東西是沒有收拾好的 她是覺得舒服的 不過沒有說出來 這個也是 即是請她欣賞 看著對方 有些夫妻 是直接都不能夠看對方的 我一看就不看了 因為她的關係已經沒有了一種感覺 這個需要建立 有些很明顯她們肯望對方 已經是非常好的 有些肯抓住手 肯表達愛意 這個是非常好的 有些真的已經沒有了這種感覺 我就會表達根據她們的情況 她們收服婚姻的機會是怎樣 通常我不會說很差的 通常我會說 我看到你這個強項 其實不難 其實多數婚姻的問題 不是很大的事 多數是甚麼事 她不收拾東西 她收拾東西 她嘗嘗 她不想她說那麼多 是這樣的事情 全部都是這樣的小事 她不記得我 她不跟我聊天 其實如果男性知道 原來溝通是這麼重要 表達內心是這麼重要 男性通常就會 願意付出更多代價 不過其實在未結婚之前 一定要跟別人說清楚 尤其是男性 你結婚之後 你要想著 你不再是一個單身的男人 你想甚麼時候去打球 就打球 你想甚麼時候去做甚麼 你一定留時間給她家 關心家人 回應她 關心她 你才會有好的婚姻 如果你不要想著這樣做 你最好不要結婚 因為你會很辛苦 你會一直批評 你批評到你很痛苦 因為她會很情緒化 你就以後都很辛苦 有些人想 最好是怎樣 她又乖又聽話 即是她的太太 又乖又聽話 又可愛又可愛 但我不需要做任何事 不過我要有時候 她跟我一起去玩 我不要有時候 她又很安靜 她自己做自己的事 男性是很想太太 又乖又聽話又可愛 但不要惹惹惹惹 她喜歡的時候 就跟我去街 男性喜歡的女性是甚麼 去街玩 還有另一種說實話 是上床 但女性就希望她的丈夫 真的關心她 回應她 這個是男女的分別 我就告訴她 你聆聽她多些 關心她多些 你的婚姻就會好 我曾經認識一對 去拍拖的人 那個男性有很多事奉 那個女性都很有興趣事奉 但是我跟她溝通的時候 那個女性說 那個男性經常都是 一定是叫她的方式 大家不能談 做甚麼事奉 一定是她的方式 她有甚麼感覺 說出來她不會聽 她不會回應 那我就 回應 講到出男女的分別 女性很希望 男性會關心 回應 會分享她的感覺 留意她的感覺 她不開心 告訴她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的 我很想支持你 我很想陪伴你 令她覺得舒服 但是那個男性怎麼回答我呢 她說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不會這樣做 結果是沒有多久她們分手 分手之後 這個男性就後來結婚了 但是沒有多久 又離婚了 因為她沒有想著是這樣的 我亦都認識一個傳道人 是真的傳道人 在宣教的時候 我幫過她很多 但是我發覺我跟她說甚麼 她是聽不到的 她只是自己說話而已 她無論向教友 和我都是 我跟她說一樣 她會說別的 她聽不到 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些男性 你說一樣 她會說別的 她不知道 甚麼是說同一樣的話題 同一樣的話題的意思 其實對於有些人來說 是很困難的 例如我講一個例子 有個人說 我真的 事奉很困難 很大壓力 她的溝通是我的壓力 另一個人會說甚麼 我也是 我也是很不開心 其實她不是說同一樣東西 她是轉移了去她的問題 或者她說 是的 有些人很困難 是轉移了 但這個人是不開心的 我們怎麼回應她呢 真的 我聽到你說 事奉很大的壓力 我都知道是辛苦的 所以令到你的感覺 覺得事奉的時候 是困難的 是不是 我就是回應她 我不是說我自己的事情 這就是回應 但事實上 很多時候 人是不懂得 怎樣說回對方的感覺 和需要 而是說了第二篇故事 並且越講越長 第一個人 根本聽的時候 沒有甚麼興趣 我會告訴她 我先講到一個傳道人 這個傳道人很投入祈禱 很投入的 她很激 但當我講到聆聽人的時候 她是不肯的 後來她告訴我 她現在有一個女性 她想跟她結婚 而她說出為甚麼結婚 是因為她父母要她結婚 這個不是香港人 你知道中國人很多都是 父母一定要結婚 不結婚是不行的 很大件事的 於是要結婚 未結婚之前 我跟她溝通 我就跟她說 兩個聆聽的時候 我就發覺那個女性 有很多不開心 或者她的壓力 但男性的觀念是甚麼 她要順復 她甚麼都要聽我說 她放下她的不開心 她順復我就可以了 我就跟她說 她說出她的不開心 你需要回應 她不肯 但結局沒多久 這個傳導人又 那個太太又生了嬰兒了 又回鄉下 兩個人不在一起 但後來總之就離婚 她還說 我覺得神帶領我 現在很平安 我就覺得 耶穌說了 是犯奸淫的 憂妻是犯奸淫 如果不是奸淫 如果不是為了淫亂的緣故 是犯奸淫 但她不覺得是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 原來有些人 她不聆聽 不回應的時候 是可以帶來很大的困難 因為神做女性 是很想得到關心 當她得不到關心 每天只是做事 洗碗 買菜 煮飯 臭嬰兒 每天做事清潔 越做越猛 說那些問題的時候 那個洗衣機又不行 那個什麼機又不行 那裏又漏水 那個男人說 你找人弄吧 我沒有空 她就覺得 你顧你的東西 但我的東西你不顧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很大壓力 那種壓力加增 其實 是不是很難很難 修補這個關係 不是 只要那個男性知道 我需要回應她的感覺 和需要 她有需要 我需要回應她 我不能夠當沒事的 就是說 只要雙方願意的時候 通常是不太難的 有些難的情況 就真的有婚愛情 而不放得手 那些真的難了 如果她不肯的時候 是很難的 我會向她解釋一些原則 和方法 就是建立婚姻的動力 很重要的動力 先的 神一定喜歡的 大家記得我講的那些四個動力 神愛我們 這是神喜悅 我們都享受得力 婚姻好的時候 神又喜歡 我們就享受 如果不處理問題 大家都受苦 還有必定有破壞性 婚姻好一定有建立好的 四點動力 第一就是神這麼愛我們 第二我們這麼寶貴 我們聽神說 建立婚姻一定是神喜歡 我們不聽神的話 我們不建立婚姻 在很多事上 做不到應該做的事 一定有破壞性 婚姻的痛苦 是比很多痛苦大的 為什麼呢 是會日夜吵的 是很辛苦的 而且他的表情會很怨憤的 很難受的 他本來很可愛 但現在變得很怨憤 大家都很難受 那男的也變得很冷酷 很沒有感覺 很不喜歡看到對方 一回到家裡 看都不看他 這樣的時候 這個家庭 其實不是很大件事 但這種關係 就會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個動力是很重要的 一定有一個動力 第二就是愛心是美滿婚姻的主要因素 是有了愛心 有柔和溝通 不是有了溝通有愛 是想對方好 想對方舒服 想對方享受生命 想大家一起享受生命 這個是愛心 然後才是有溝通 而溝通是柔和的溝通 以及處理問題 我曾經說過恩典的說話 講到神有恩典的說話 我們人都有恩典的說話 就是我關心你 我愛你 我體重你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陪伴我 這些是恩典的說話 那麼 律法說話都需要說的 但是柔和 你倒垃圾 我多謝你給我倒垃圾 麻煩你 其實我們多些說 多謝麻煩是OK的 我和我太太什麼小事 甚至呢 可能有些人覺得很奇怪的 我親一下她 她都說多謝 就是說任何的動作 我們大家都會多謝 和欣賞 這個呢 是會令到大家都覺得舒服和開心的 但是這個因素是愛心 因為我想我太太開心 我愛我太太其實是愛我自己 但是我又真的愛她 不是就是為了我自己 為了她對我好壞 我愛她又不是 我真的愛她 我真的喜歡她 我覺得是神給我的禮物 就是我們越對太太和丈夫好 就是欣賞神給我們的禮物 那是柔和謙卑和處理問題 有些什麼問題 都可以說得到的 有時不是那麼快說得到的 不過過程內心一點 不要緊的 不用急的 然後呢 我就解釋男女的大分別 就是我們都說到了 男性比較體重活動 被人尊重和成就 女性比較體重關係和感受 男性比較難去關愛 所以女性不要覺得 為什麼她這麼沒有愛心 因為她不懂得這麼細心 我們接受她是這樣的 因為她比較難去感受 對方的感受和表達 女性很想丈夫表達 也因為對方缺乏關愛而情緒化 就會容易情緒化 情緒化 其實這是vicious cycle 惡性循環 她越情緒化 那個男的就越不喜歡說話 就越猛 越猛的時候 大家的表情就會很僵 很僵的時候 就越來越差 一說什麼說話 都對方不適合 這樣的時候 是真的很難很難的關係 但是我解釋了之後 她喜歡你這樣回應 但是不會馬上學到的 當丈夫明白 太太喜歡自己關愛和表達心聲 就嘗試去表達 太太也接受她嘗試表達 因為多謝你嘗試跟我說 有些人說 經常說多謝好像很生愛 這個其實是一種錯誤的想法 就是覺得說多謝是生愛 其實我們應該學習 多謝是令對方開心的 是接納的 即是說當一方面溝通 對方立即回應 這個就是大家的溝通是match 譬如一方說 我開始明白你 原來你這麼想我關心你 那女性即回應 你這樣明白我想溝通 我很開心 立即回應 那男的也可以說 我知道你開心我回應 我都敢跟你溝通多些 當然不用永久下去 但是起碼一兩次回應 也告訴她 她喜歡怎樣跟她溝通 她都可以引導她 和欣賞她的溝通 就告訴她怎樣溝通 我也解釋什麼 恩典的說話 剛剛我說了 我愛你我想你開心 由柔和講律法說話 我希望我們有好一點的溝通 這就是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律法 那就是柔和地說我想有更好的溝通 我想你告訴我你的心聲 我們可否一起分擔家務 那這些是律法 不過就是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我亦都解釋 當妻子情緒化 或是被丈夫壓力的時候 或是貶低她 丈夫反而會退縮 或者失去興趣 所以妻子最好用引導 和欣賞的方法 來幫助大家溝通 即是大太就要留意自己的情緒 丈夫也要留意怎樣跟對方溝通 然後我就請她們處理一些 他們現有的 或者大或小的問題 我請她們留意在過程中 盡量不要令對方不舒服 或者控訴 這件事是很難的 很多人很難 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不過很多人不習慣 譬如他們會這樣說 她經常都不理我 這句話 舒服還是不舒服? 不舒服 但可以怎樣說 有時我很想她關心我 她又沒有做到 這就是她嘗試 她解釋給她聽 我想她關心我 我沒有做到 我希望她關心我 即是柔和一點 或者我希望 當我希望她關心我的時候 她會有些回應 對我多一點回應 這樣說法就比她好 她經常都不理我 或者有時是聲音 即是說話的內容 或者聲音 那些聲音猛狀 或者眼神 譬如我試過輔導夫妻 我說 丈夫你試試回去怎樣回應太太 那太太馬上說了一句 她不會做的 她已經判了她死刑了 她是不會做的 所以這些說話 她不知道是破壞性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一起做 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會改善的 這些是正面說話 但有些人是不習慣的 他們覺得很難很難 怎麼說呢 那我就會請他們兩個 嘗試處理問題 然後我就說 盡量用柔和的方法 當他們有時說到不舒服的時候 我就會請他們停一停 我想一想 你說的說話 令對方有什麼感覺 我用的方法都是柔和的 你剛剛說一句說話 你猜對方有什麼感覺 那有時猜到 有些猜不到 有些人覺得 是這樣的 說話是不是這樣的 說話就是這樣的 他是這樣的 他是這樣 他那麼不明白我 我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說 他真的會不舒服的 有些人是不明白這件事的 他不知道 原來我這樣說話 是對方不舒服的 有時我要倒轉的 倒轉 有時他都不明白的 所以他這樣不明白的時候 他是很難 懂得怎樣 去令對方明白 但是這樣操練得多 好了 我說剛剛那句說話 可以怎樣說 他是想到的 不過 他初頭沒有想到 他想到就 嘗試講好的方法 然後我就 通常他還沒說 我還沒說得到 但後來講到 我馬上讚他 我都請他的配偶讚他 我說他這樣說 你回應他吧 有些人他不懂得回應 但有些人說 你可以說多謝他 我很欣賞你 你這樣說 我很開心的 這樣 他們開始這樣做 做著做到 是否代表他回家做到呢 不是一定 不過起碼他在練習 所以其實呢 我是在輔導過程 給他練習溝通 當他有進步 我就欣賞他 我說你繼續這樣做 還有我告訴你 你回家相處的時候 你傳個訊息給我 你們大家能否溝通 有沒有改善 有改善的時候 你繼續努力 如果有困難 你告訴我 我發覺 多數人都不是第一次立即處理到的 多數人都是需要時間 還有有時拆解他們中間有些謊 因為謊 謊的意思就是 他們相信了一些謊言 那些謊言 譬如說 譬如說 不需要 即是他有錯 是要整他不舒服 要頂下他 即是那種謊言 有些人是 以為應該是這樣的 他是很難改的 他反思 又留意自己 有什麼對方不舒服 就請他互相欣賞 我都解釋一定心中有愛心的 想對方覺得舒服 才能夠改善溝通方式 不是溝通先 是愛心先 那處理一件事 我就請他們回應 剛才溝通的過程有什麼感受 還有他們有沒有發現 什麼溝通的時候 的地雷 有些是地雷 什麼地雷呢 譬如說到 他的家人有時是地雷 有時說到 他怎樣不理我 或者他很自私 自私的字眼是地雷 那這些是 其實批判的說話 很多時候都是地雷的 那他們能不能夠以後 都避開地雷 由柔和溝通 我們鼓勵他們 我們都會讓他們知道 他們常用的溝通模式 他們有什麼強項弱項 他們怎樣可以改善 他們的關係和溝通 因為有很多人的溝通模式 都是很容易批判的 是常有的情況 當有時間的時候 我又會讓他們繼續處理其他問題 盡量帶領他們自覺 如何柔和地溝通 如何是柔和的 我亦都欣賞他們 都請他們互相欣賞 我會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狀況 亦都告訴他們 我從不同的角度觀察 譬如 妻子可能太強勢 丈夫又被壓迫感 丈夫太容易貶低 丈夫 丈夫聽不到妻子說的話 通常我都會用一個引導的方式 譬如說 傾向於是會這樣 男性不說話 女性就會 有時就會逼她 我會用一個真實的例子 有兩個人上台分享 女性上台馬上有很多東西分享 男性輪到她 她定了形 不懂得說話 女性怎樣做 快點說話 她更加定了形 即是她不知道 她吹逼她 結果是反效果的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 他們不知道她有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是一個摧逼的方式 是會令到大家都很不舒服的 她知道的時候 她會留意 我會讓她回家的作業 怎樣繼續令對方覺得悲哀 怎樣溝通和解決問題 怎樣用時間建立關係 就是用時間去拍拖 一起去聊聊天 一同有一些建立關係的活動 建立關係的活動 就不只是在 例如逛街一邊說 說回一些難處理的事 她會覺得很辛苦 先開心一下 有時有些事情需要處理 是需要處理的 不過不要每次逛街 都是處理問題 對方就很害怕 說你逛街 今天又不需要處理什麼問題 這個是 就是有些開心的時刻 令到對方開心 那什麼令到對方開心呢 可以是買一件小禮物給她 抱抱她 說一些欣賞的說話 這些都是可以令到對方開心的 那下一次再輔導的時候 我會了解她的進度和繼續處理 OK 那麼 這裡我講到一些在輔導的時候 我留意的做法 我這裡我講多一點點 即使我看到一方或者雙方有問題 我不會令他們覺得難受 我不會批判 我會接納他們知道是難改的 令他們覺得舒服 並且去發現他們的強項 和建立他們的強項 而幫助另一方接受他們的難以改變 譬如有一個是很難聽到人說話的 那我會接受 即是 我不會覺得好像很難相信 是有的 那我接受呢 我就會跟對方說 你盡量引導他 引導他 看看他能夠 和你有多少溝通 那麼他有少溝通 你就欣賞他 那麼他就會有動力 動力比方法更加重要 即是說想婚姻好 是比較方法更加重要 他有動力 他一定做到些少 他說 我想和你好些 那已經是 他不懂得說 我不懂得說 不過我想和你好些 已經是好的 因為他有動力 那麼所以呢 有動力是重要的 那麼了解他們有沒有動力 有時候有些是沒有動力的 覺得是很辛苦的 那麼我會問他 其實男女雙方都是的 男性不要跟太太溝通 他是不是覺得舒服開心 不是的 他覺得辛苦的 他覺得很難出這個困局 那麼我說 將來你處理你越來越開心的 你想想開心嗎 他想的 我又幫他想一下 你想回拍拖的時候 是不是開心很多 你想回復那個狀況 我會這樣去讓他思想 讓他有動力 人通常不能夠立刻改變的 所以我盡量把需要的行動 拆開做不同的步驟 譬如他們聆聽有問題 這個聆聽一個很重要的 一環 就是 因為一方聽不到對方說話 是很困難 那麼 那個 譬如 A和B說話 B聽不到 聽不到她說的重點 那麼 A可能需要重複說 或者解釋得清楚些 不要說那麼多話 說少少 剩下一點 我想你明白 有時候 奶奶來家的時候 她這樣的態度 我不喜歡 而 我 說出她不喜歡 不是代表奶奶不好 只是奶奶來到家裡的時候 指這樣那樣 我會覺得很大壓力 但是那個男哥可能聽不到 你真的不喜歡我媽 我媽什麼不好 我不是說你媽媽不好 我是說她來到我家的時候 她好像是我媽媽那樣的時候 她有時候很難受的 我想你明白 我想都很難改到她 不過你明白就可以了 那我就會開心一些 她想她明白 但那個男哥可能很難聽到 聽不到她說什麼 不知道她的痛苦在哪裡 她是在那裡的 這個也是一個 她再同覆說 不是你的媽媽不好 而是我自己不開心 當她這樣說話的時候 我覺得很大壓力 我想你明白 你安慰我就可以了 那那個丈夫可能安慰 就說 那你不要理她 這個是命令 這個不是安慰 這個是吩咐 但是她不知道 她認為吩咐就是安慰 那這個就是人溝通很多事的問題 所以拆開 譬如她聆聽有問題 我請她們先向對方重複 對方說過什麼話 再分辨對方的感受 和回應對方的感受 如果有困難溝通的 就先告訴對方自己在想什麼 自己想表達什麼 當她能夠說出任何的話 我們都欣賞她 和帶領她怎樣表達更多 即是說她有困難溝通的時候 我就問她 你想表達什麼 你想說什麼 你的感覺是什麼 去幫她拆解她的內心世界 我通常不會用 吩咐在命令的口吻 我會讓她們互相交流 讓她們知道 說什麼話給對方的感受 你先這樣說對方有什麼感受 讓對方的回應激勵她們去改變 即是說對方喜歡你這樣說 那她便會有動力去繼續這樣溝通 也都會讓人反思自己的話 給別人什麼感覺 你這樣說話她會覺得怎樣 就讓她有動力去改變 然後讓她思想怎樣跟別人溝通 她想不到的時候 她告訴她可以怎樣做 這個過程令人先自己思想 她就會更有動力 即是說幫她反思她想溝通什麼 幫她去表達出來 有些人表達不到的時候 我幫她逐樣去拆解 儘量 一個通話 寶寶 室 每生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